女生进入青春期之后 阴道会开始分泌一些黄色分泌物 用来的是保护阴道 目的是为了润滑以及避免感染 有时候分泌物过多 如果让它一直停留在底裤上面 不仅时时年年不舒服 时间一久也会容易造成感染 使用护垫的主要目的是 避免分泌物直接感染掉底裤 就像随时穿一个全新的底裤一样 随时维持湿密处清爽干净的状态 错误喔 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说法 今天就来还护垫一个公道 其实真正造成湿密处感染的 并不是护垫本身 而是分泌物堆积在湿密处 造成细菌的滋生 甚至造成感染有恶臭的味道 所以不管有没有使用护垫 你只要没有维持湿密处的清洁 就容易造成细菌的滋生 引发感染的问题 勤更换护垫保持湿密处的干净 一般情况下 分泌物沾染到我们的护垫的时候 其实就应该要更换 但是有时候 分泌物呈现无色的状态 我们就会以为 我们的护垫上面其实很干净 水甚至会一整天都使用它 这样子反而会造成细菌滋生 有发炎的情况产生 而这款Cortex湿密平衡护垫 就是专为女性湿密健康 打造的一款护垫 它可以帮助使用护垫的女生 提醒她们更换 只要棉片上面沾染到分泌物 导致PH值有变动 棉片上的涂样 就会自动从黄色变成蓝色 一旦棉片变色了 就是提醒你该换护垫啰 此外它的棉片表层 是采用温和弱酸的配方 通过美国临床新验证时 低敏的成分 连敏感肌都可以安心使用哦 Cortex湿密平衡护垫 变色急更换 天天使用更健康